这个乌克兰的局势 这种情况之下 普京走出一步 俄罗斯跳起 把渠给奏活了 按说呢 是美国北约力量强大 那普京他属于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 普京呢 承认两个共和国 接下来签订有个好条约 接下来派驻大使 大使及外交关系建立 好家伙 拜登被动了 拜登对面那个老头 高兴了 前总统特朗普先生 称赞普京是天才呀 我非常了解普京啊 特朗普说了 普京总统承认 顿尼斯克和鲁干斯克独立 这是天才之举 拜登回应不利啊 反正是特朗普是抓紧一切机会 好拜登就要轮巴掌 那现在人家拜登是在职的总统啊 所以呢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昨天说了 前总统特朗普 称普京的举动是天才和聪明 作为一项政策 我们尽量不接受任何赞扬普京总统 和他的军事战略的人的建议 就是说 退休老头 你说的是你的事 我们是不会采纳你的意见的 这是用比较委婉的替拜登站台 普萨基说 特朗普这人不靠谱啊 他对俄罗斯2014年入侵采取的制裁 表达了开放的态度 你说这种事他都能干 特朗普的话能信吗 普京现在说 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是独立的 这意味着他可以进入该地区 做一个和平的守卫者 带着他最强大的和平部队 这是多么聪明啊 多人都分不出来 你说特朗普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特朗普一句话就把这个拜登鼻子气歪了 他说俄罗斯总统之所以选择现在 而不是在我担任总统期间 入侵乌克兰 是因为他与普京的关系 比拜登的关系更好 大家知道这个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曾经有人说通俄门 那是他的一个很闹心的事 现在他毫无忌讳 毕竟不是总统了吗 你说通 我就通 我告诉你我跟这个普京的关系 比你跟普京的关系要好 所以普京现在呢 给你上演要 特朗普说我非常了解普京啊 我和他相处很好啊 他喜欢我 我喜欢他 我的意思你明白 普京是个坚强的人 他有很多了不起的魅力和自豪感 但是知道吗 他热爱他的国家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 说是个拜登对普京的回应不够有利啊 拜登对乌克兰的处理很糟糕啊 拜登任内原油价格飙升 俄罗斯正在变得富有 你看看 特朗普一直在旁边呢 给这个拜登脸色看 拜登现在是面对普京的做法 已经在嘴说不上话 张口结舌 所以呢 没空大力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好 据说打高尔夫成绩呢 也是最好的